大家手中很多人都一定有的高股息的ETF 這非常夯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國內的排行榜 大家目前為止呢 我們看到這受益人數多的 這規模排行榜 第一名0056 牌子老信用好 再來00878 00929 0919 這最近非常夯 00929 你看他的一個規模 已經迅速飆到700多億 這個才沒幾個月 非常厲害 還有00713 這些全部都是用 他會配息給你高配息的一個概念 所組成的一個ETF 但是最近他們的一個價格 都已經飆到天上去變飆股 好接下來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些高股息的ETF 我們趕快有請陳彥 帶我們來看看 現在很多網路上的討論 都覺得趕快賣掉 然後另一說不對啊 我是要存ETF 我怎麼會賣掉呢 這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先很快的把這一張 很仔細的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影響到後面 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的思維 因為最早當然竄起來是0056 他有配息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這個還不錯 那0056長期來配息也很穩定 也沒有遭遇到任何的一個對手 但沒想到878出來以後 因為他的選股的模式 稍微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他看起來的殖利率 既然可以打敗0056 瞬間就搶爆了這個市場的資金 快速的竄起 你看這兩個幾乎一步一區不相上下 但後因為高股息的議題實在太熱了 所以投信就開始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 投資人也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後面像00713這些出來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打敗 前面兩個老大哥 是因為他的選股太保守了 但後來像919這些 他開始強調說精準配息 就是說我會配多少 是來自於我真的可以拿到 那我的選股也比較積極 就快速的竄起來 但沒想到後來突然殺出一個陳咬基 929 這個跑得太快了 這個幾乎是汗血寶馬 他在追的速度 幾乎就是一個一個超車 對 你知道短短的時間之內 預計應該很快會超過1000億 根據我那個內部的一個消息 非常厲害 那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他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們的選股邏輯我都有 你們的評準金我也有 但是我有個東西你沒有 我叫月佩席 月佩席 那太可怕了 打敗了市場所有 就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好 那當然這個串期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近期高股息的一個績效 我們瞭解了這個爭霸戰以後 那確實在高股息出來以後 這一輪大部分的高股息的績效 都表現得非常的好 你看喔 今年以來 元大高股息竟然漲了超過四成 然後你看普遍來講 最差的 我剛才講0073 這是最差的 也有33.6 你知道我主持財經節目以來 我都一直勸人家說你要買一點 那個高股息的ETF 為什麼 因為這會是你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他飆成那樣 他已經脫離了 我當初的想像 他不就是說我們一般講 就是說老實要 男生要選比較老實的 比較穩定 不會出狀況 但其實老實的 現在也是會搞外遇 也不一定 所以高股息 這些過去很穩定的 經驗也爆衝 對 經驗也爆衝 你看好 那現在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實在變得很尷尬 我想你的角色也變很尷尬 我想說 你的建議是對的 你的建議是對的 爆衝上來 那怎麼辦 好 那實際上 最近這個議題真的 對戰得很火熱 我簡單跟各位講 這些過去 我的殖利率 譬如說他大概只有 4% 5% 坦白講 甚至有時候降到3% 每一年的狀況 配協狀況不一樣 那像這個高息低波 以前我在分享 分享的時候 因為他金融股比較多 他其實殖利率才3%多 對 這些 那後來當然永續高股息 因為他的選股比較積極 那以電子股為主的情況下 他的殖利率確實有竄起來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大概宣稱 大概也都在7%左右 可是你看這幾年 很多優質高股息 我們不管919 929也好 實際上他們的殖利率 都已經來到了8% 甚至10% 這個是很嚇人的 這個是很嚇人的 好 那我們就用最高的好了 就是以目前來看 大概他宣稱每一季配息 都能夠達到10% 這個數字好不好 但是是年化的意思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當然我用10 不代表全部 但是我用這個概念 來舉例 大家不要誤會說 他們配息有到10% 那假設我說10% 當你的今年的獲利40% 是不是把你未來四年的配息 已經確定入代 而且我提醒大家 殖利率10%必須要填權息 你才真正息到手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拿到10%的殖利率 他沒有填權息 坦白講 那一年的息 你可以講你是自己左手換右手 所以這裡面 如果我講過去高股息 5%好了 其實你拿到八年 對 八年 所以要不要賺起來 所以要不要賺起來 所以我們直接看成分股 因為時間有限 我要趕快下結論了 你看這裡面的成分股 大部分為什麼會大漲 廣達嘛 你看廣達嘛 廣達嘛 怎麼會這樣 每個人都買廣達 我應該沒有弄錯 沒有 你看偽創 偽創 對不對 因為這資料是我找的嘛 對不對 然後 全部都買AI今年當然都標榜 一樣啊 光寶科啊 星星啊 所以今年大家會大漲 都是因為AI概念股 可是大家也有看到 最近AI概念股的表現 開始轉落 所以很簡單的結論 走人把獲利了結 放口袋 但是因為高股息 我本來就是要 要持續的能夠配息嘛 對不對 就持續定期定額扣款 因為定期定額是要往下扣 是會越好的 對 價格往下走的時候往下扣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這個時間點 我的結論很簡單 就是獲利入袋 因為你已經把未來好幾年的配息 而且是確定入袋 你還不用等他填權一息 你還不用等他填權一息 我賣掉立刻放口袋的 放口袋 然後這個錢 你就可以慢慢用嘛 然後你本金的部分 你就可以繼續給他扣款 你後面要 未來要領的息 是不是也可以確保 還是可以拿得到 對 好 所以陳先生今天教教大家了 如果你手中已經買一大堆這個存股 請你先立刻賣掉 賣掉之後 請你繼續再把他慢慢買回來 對不對 用存股的概念 把他買回來 這樣你就可以賺到那個價差 然後還可以買到越買越低 然後未來你再繼續賺 那個配的股息 然後再看有沒有價差 這樣應該是一個 比較兩全局面的辦法 提供給大家 那麼最近大家在一個大辯論 到底這些高股協議貼幅 你該怎麼做 那麼今天 趕快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麼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謝謝大家